我不想到爱上你只是一生 暧昧的气氛 我让你开口先说我爱你 在那之前想给你 小红书 不用卷发盖也能拥有氛围感 蛋卷头和韩式外翻卷 我已经不知道教了多少期卷发教程了 但我都会用一些卷发盖的工具 所以今天就教你们两种卷发 不用卷发盖无需技巧可验 耗时五分钟吧 有手就会 先来个氛围感蛋卷头 洗完头发快干的时候开始操作 我先涂一些护发精油让头发更顺 像你们平时用卷发盖或者其他工具之前 也可以涂护发精油 这样可以保护头发减少损伤 然后在前边取出一层头发开始对折 你想让卷大一点你就对折的大一点 按你们的需求来 然后用小皮筋把它固定住 根据自己发量来 像我的话是每一边扎了四个 接着用吹风机先用热风把它吹干 然后用冷风定型 拆开康康效果 发弹卷出来了 打菜 是不是很哇塞 氛围感满吧 第二种 韩式勇懒外翻卷 比上一个还要简单 把所有的头发分成两半 全部往外拧 然后盘到耳后用皮筋固定住 一样用吹风机吹干定去 拆掉打伞之后 就是这样特别慵懒的一个韩系外翻卷 而且这个卷显得发量贼多 还不是那种没有型的卷发 这俩发型你就可以投睡觉前扎上 起来就拥有一头卷发直接出门了 对了为了不想让头发毛毛燥燥的 记得涂护发精油 我这个是柔顺滋养型的 用之前先摇匀 这个质地就很清爽 很好吸收 不会糊手 你看我们晚间这一边和这一边对比 是不是这边明显更顺更亮了 但也不会半流光 所以你们每次卷完头发 也可以涂一些护发精油 它可以减少毛燥 这样的话 无论你的发型再怎么折腾 发尾也是柔术发亮的 条件的集美可以再喷一层进行喷雾 这样可以让它保持一整天的卷度 小红书